7号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共同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 以阻止实施美政府强迫出售TikTok的新法律 TikTok在向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指出 自己是一个1.7亿美国人使用的活跃平台 美国国会相关法案不但史无前例 也违反了美国宪法 TikTok强调美国国会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法案合理性 以及该社交平台存在数据安全风险或者外国政治宣传风险 强迫出售从商业技术和法律层面来看都是不切实际的 上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 法案中涉及强制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剥离TikTok在美业务 否则将面临美国全国性禁令 社交平台存在这一项美国立即市集完 这是最终的决定的地方 关系一项美国总统拜登和智英文 军娅特朗强的决定 牧民下照 executed